唐玄宗赏赐杨玉桓到华清池沐浴 上百名宫女服饰让杨玉桓受宠若惊 她缓缓进入华清池用甘露清洗凝脂 不知何时宫女们纷纷退去 偌大的华清池空无一人 此刻唐玄宗静光着脚走了进来 杨玉桓羞涩地护住裸体 唐玄宗却没有停下步子 捏手捏脚地闯入了华清池 杨玉桓本以为换一生父皇 能够让唐玄宗清醒 哪知面对美人的诱惑 没了理智 将杨玉桓小心地抱上了龙床 杨玉桓出生换门世家 父亲去世后一直被寄养洛阳三叔家 他天生励志 知音律 小歌舞 又拥有优越的教育环境 一次在参加公主婚礼上 寿王对他一见钟情 娶他做了寿王妃 两人婚后掩埃无比 寿王经常带着杨玉桓骑马狩炼 可这一次调皮的杨玉桓敬丢下了寿王 被一阵迷人的音乐所吸引 无意中闯入了唐玉桓的理工 看到是唐玉桓在此研究乐谱 杨玉桓连忙上前请罪 表现得洛洛大方自信得体 知道是儿子的王妃 唐玉桓慷慨没有怪罪 拿只一扭头瞥见了倾国倾城的杨玉桓 惊为天人 好一阵没有回过神 还是在高公公的提醒下 唐玉桓才没有师太 反而上前多了几句交谈 听闻杨玉桓通应律 唐玉桓直接让杨玉桓演奏一曲 杨玉桓出身牛犊不怕唬一口答应下来 他摇晃着曼妙的身姿敲响郁庆 而唐玉桓却痴迷地望着他的面旁 心动不已 好在寿王寻了过来 一同前来的还有五会妃 他不仅是寿王的亲生母亲 还是唐玉桓最为宠爱的妃子 在他的面前 唐玉桓不得不收敛一些 任由杨玉桓离去 没过多久 一心想让儿子上位成太子的五会妃 联合宰相陷害三位皇子谋反 三位皇子竟直接被唐玉桓处死 心犹不安的吴会妃 每日梦见皇子寻他复仇 换成重疾身亡 痛失爱妃 唐玉桓伤心疾首 后宫加厉三千剑来了机会 多卖力的搔手弄姿希望得到恩宠 乃何整个后宫都是胭脂俗粉 让唐玉桓根本提不起兴趣 这时高公公想起了杨玉桓 他故意请来杨玉桓 在后院为玉桓跳舞散心 杨玉桓打扮得像个仙女一般 义武再次深得唐玉桓的心 回去后的唐玉桓当即魔争 大半夜非要召见杨玉桓 高公公极力阻止 哪有皇帝大半夜召见自己儿媳进宫的 正是大唐天子 普天之下莫非王徒 率头之兵莫非王臣 世上所有皆归于朕 高公公好说歹说 这才拖到次日一大早 马上动身让杨玉桓一谱写曲子为由 请入了后宫 杨玉桓被唐玉桓请上龙椅 当即认真的欣赏曲谱 提出建议修改 那只身边的高公公和宫女都悄悄退下 不知何时 唐玉桓已经贴了过来 杨玉桓感知到唐玉桓粗犷的声音 这才后退一步拉开距离 你是何等的美吗 父皇 杨玉桓的一声父皇唤醒了唐玉桓 唐玉桓连忙克制住自己 即使杨玉桓已经出了宫门 他还在恋恋不舍 自此之后 杨玉桓成了后宫的常客 经常与唐玉桓一起研究乐谱 天真的杨玉桓还以为 自己当之鹰 作妄言骄 而寿王也不吃醋 反而恒是鼓励杨玉桓入宫 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父皇对他的照顾 每当杨玉桓回家后 他总是打听父皇有没有提及自己 却都是失落收场 这让寿王越发觉得不对劲起来 直到数日后的一次马球赛 唐玉桓丝毫不掩饰对杨玉桓的爱意 主动邀请杨玉桓上马 当中将坠马遇落的玉桓抱在怀里 细心手把手指挡 丝毫不顾及男女之别 流言顿十四起 三哥也看寿王笑话 寿王气得是脸发绿 嘴发青 回家后饭桌上 杨玉桓还一口一个父皇不理嘴 寿王又不敢说父皇的不对 直接丢下饭碗对杨玉桓发脾气 杨玉桓明白过来后 金羊入虎口跑去求唐玉桓 求他不要再召见自己 喜料窗户只被捅破后 唐玉桓不仅大胆承认对杨玉桓的喜爱 还一把亲上了玉桓 异于真有玉桓 杨玉桓被吓得惊如小鸟 一把推开父皇 哭得梨花带鱼 唐玉桓大发雷霆 砸毁了所有乐器发气 动静巾吓住高公公 他连忙或悉尼安抚住唐玉桓的暴脾气 从唐玉桓手中搭就走杨玉桓 杨玉桓回到家后 坦诚地向寿王诉苦 怎料换来的却是寿王的嫌弃和辱骂 他不敢骂父皇仍旧惦记着太子的位置 反过来骂杨玉桓勾引父皇 这一刻杨玉桓的心被伤透 彻底看清了寿王的面目 没过多久 杨玉桓又被唐玉桓盛请邀请入宫 这一次 唐玉桓准备了浩大的排场 白鸣乐师奏乐 前名宫与共舞 他亲自击鼓迎接杨玉桓的到来 一个皇帝能如此屈尊 如此宠爱自己 之前杨玉桓多的是对他的崇拜 而现在杨玉桓是真正的对他动心 当晚 杨玉桓没有拒绝彻底接受了唐玉桓 为了给杨玉桓个名分 他下令让杨玉桓出家做了道士 与寿王名正言顺分开 自此之后君王不在清正礼朝 而是天天宴席歌舞曲乐 还荒唐地与杨玉桓睡在郊外 害得高公公一路好找 杨玉桓一直没名没分 惹得很多人的嫉妒和非议 唐玉桓一直寻找机会 终于在一次斗鸡比赛中 唐玉桓让杨玉桓赏赐养鸡童子 杨玉桓子也是个机灵人 直接大呼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煞时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杨玉桓修奋的要离开 唐玉桓却拉住玉桓 让杨玉桓子再说一遍 这一次众人笑的声音更大 杨玉桓更是修奋的起身要离场 而唐玉桓又一次让杨玉桓子再说一次 声音落下之后 没人再敢笑出声 在太子带领下 众人纷纷下跪 千岁千岁千千岁 就这样 杨玉桓成为了真正的贵妃娘娘 离仪和规格却都是按照皇后的标准执行 她身穿红衣美的不像样子 与唐玉桓携手坐上龙椅 为讨得杨玉桓的欢心 唐玉桓重用杨家 让杨家享尽荣华富贵 知道杨玉桓喜欢吃荔枝 她命传送紧急文书的快马 把白李家急送新鲜荔枝 请时仙李白专门进攻 为杨玉桓做事流传于世 如此宠爱程度 也让杨玉桓开始持交示宠 不准唐玉桓接触任何其他女人 妨来妨去到最后却没能防住自己人 其实高龄的唐玉桓竟重新了杨玉桓水姓杨花的姐姐 这让杨玉桓伤透心 事后 她不但不离前来献殷勤的唐玉桓 还发脾气放走鸟笼中的鸟儿 暗讽唐玉桓不知羞耻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丑事 唐玉桓好歹是皇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龙颜大怒却没有将杨玉桓打入冷宫 或者是处死 而是留有余地的派人把杨玉桓送出宫 杨玉桓来到三叔娘家 一家人担心的只有前途 安稳以及荣华富贵 没有半个人关心杨玉桓 这让杨玉桓寒了心 唐玉桓冷静后思念起杨玉桓 派人故意送来饭菜 杨玉桓备受感动 唐玉桓见到杨玉桓的秀法 刻不容缓地再次将杨玉桓接回宫 这次之后 二人彼此珍惜不少 七月七 二人在长盛殿更加立下海誓山盟 许愿要深深适适在一起 奈何意外来得太突然 宰相李玉桓一死 三镇节度是安禄山就举兵叛乱 唐玉桓的怠慢朝政 宠信奸臣 害得大唐无人可用 安禄山轻而易举杀向金城 同官失守后 唐玄宗带家眷和兵马丢下百姓 率先离京西陶 徒经马围坡时 六军将士御华便 拥戴太子李亨上位 可李亨尚有孝心对父皇仍有余计 与大将军陈玄礼商议后 慰稳军心杀掉了杨国忠 然而六军将士仍不服 要杀杨玉桓 面对将士的寝杀生和逼迫 古兮之年的唐玄宗勾搂着身子 没了往日的光辉和威慑 根本指挥不动任何人 被迫传指赐一杨玉桓 躲在门口的杨玉桓听到后 心如死灰险些昏厥过去 他求唐玄宗救命 可唐玄宗连眼睛都不敢跟他对视 起身拂袖离去 杨玉桓此刻才明白 果真帝王最无情 天烧亮 杨玉桓身着一袭白衣 妆容依旧精致得体 穿过黑压压的军队 坦然地面对生死 在马威波佛堂前 杨玉桓手握唐玄宗赏赐的白领 含怨而去 可悲的事 所有人都知道 杀了一个杨玉桓 也再不能换回一个圣堂